2002年,姚明,以状元身份,登陆NBA,成为NBA史上,首个黄种人状元。那时候,如果有记者,就次是采访日本、韩国的篮球爱好者,他们的心情,一定除了羡慕,还是羡慕。2021年的今天,渡边龙泰对阵骑士队,砍下26分13篮板,一举打破个人得分,篮板新高。风水轮流转,如今,轮到我们羡慕他们了。 其实,今天这场比赛,猛龙队的战力,压根够不上一支NBA球队,该有的强度。他们的实名主力队员,依触发新冠安全协议,无法出战,还有两位替补,依伤病问题,无法出场。换言之,这支所谓的猛龙队,仅仅是由一帮NBA边缘球员组成的杂排军。临时组建的杂排军,对上东部前八的正规部队,结果,可想而知。 除去第一节,打得还损难解难分,进入第二节,砸排军的缺点,暴露无疑,不论是战术的执行,进攻端的个人能力,或是防守端的对抗性,均不在一个层级。 接下来三节球,猛龙几乎没有任何还手能力,直接被对手,奔地上凌辱。 比赛结束时,分差,已经被扩大到45分。也正因此,有球迷说,杜鞭雄泰,这26分13篮板,有水分。 可实际上,在双方斗得拿解难分的第一节,猛龙34,至35骑士,杜鞭雄泰,已经6投4中,砍下9分4篮板。 杜鞭雄泰选场20投11中,拿下26分13篮板,话言之,这个日本人,已经彻底适应了。 NBA级别的对抗,能在NBA的防守强度下,拿到这种数据,难道不需要极强的个人能力吗? 比赛还没结束,各大日本媒体,已经迫不及待制作海报,发布头发头条。 这种想法,我很能感同身受,当年,周琦在NBA那会儿,就算只上场不到10分钟,我都恨不得给他做一个长级紧。 但说实话,杜鞭雄,他一下子变得这么强,我是没想到的。 当时,他被徽雄签下,第一年,场均上场12分钟,拿2加2,第二年,场均上场时间,将至6分钟,本以为,他会就此淡出联盟。 谁知,他加盟猛龙后,竟然得到重用,出场时间发了三倍,数据也从昔日2加2升值,今年的8.5分,4.8篮板。 最近四场比赛,猛龙队内无人,杜鞭的上场时间,队内地位,成倍上涨,数据也跟着水涨传高,场均13.7分8篮板,1.5助攻,1抢断,1.25封盖,3分命中率,高达38.8%。 这种进化速度,成不上迅猛,但说句,稳扎额打不过分吧。 更恐怖的是,杜鞭的NBA的经历,和他在NCAA那会儿,惊人的相似。 大学四年,刚进入校队那会儿,他是板凳坐穿的替补。离开学校那年,他成为了校队的主力核心。 当时,他所读的,乔治华盛顿大学篮球水平并不高,在他之前,这所大学,只出过两名NBA球员。 换言之,从这学校毕业,基本没啥打NBA的可能。 毕业后,他放弃日本联赛,舒适的竞争环境,优渥的心思待遇,依然驻守美国,等待进入NBA的机会。 终于,他成为木校校时第三位,入选NBA的球员。 进入NBA,他再度体验了一回板凳坐穿的痛苦。 不同的是,这一次,他已经有了经验,他相信努力会有回报,他说,在我们人生里,没有一分钟是垃圾时间,每时每刻,我都全力以赴去战斗。 如今,他做到了,令人羡慕,更令人佩服。 如果日本人的标签,听起来不那么顺耳,那不妨给他换一个标签吧,他和许许多多年轻的追梦人一样,是一个全力以赴,奔向梦想的年轻人。 客观来说,当我们的对手,是这样不断成长的年轻人,对抗起来,也会很难吧。 感谢观看